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交通有问题 但是万一我非要在五月中出游 那怎么办呢 那就去啊 还能怎么办呢 我的原则是这样 我说不移的意思 当然就是出游的状况会比较多 什么叫状况呢 第一个也许那是一个 你不想去 你也很抗拒去的东西 所以这个游不是那么愉快轻松 二很可能整个过程是不顺的 所以会舟车劳顿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移 因为也许这些会扫兴 三 他可能是一个公差 你不得不去 但是你是去工作 不是去游玩 四 整个过程也许不是那么享受 不能随你的意 住五星级饭店 然后吃喝都是最棒的 可能是由不得你 所以还是得去咯 只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那么顺了 第二个问题是 Elica 你问到说 唐老师我想问 为什么后来推的说法是开创固定变动 那我以前我们上的地水火风 都要推翻了吗 那我以前是白学了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我会用开创固定变动 是因为这个跟我们人的行为表现有关 因为开创固定变动 我们四个 在每一组星座 我们讲究的是社会化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 我们共同面对老板 我们共同面对另一半 我们共同面对家人 都有一种行为模式 可是地水火风不一样 地水火风是元素 我们都是土象星座 我们都是火象星座 那什么是元素 元素是一种气质 比如说火象都比较活泼 水象都比较多稠敏感 那土象都比较务实 风象都比较会交际应酬或好奇 所以地水火风看的是这个本质 但是开创固定变动 看的是社会化的行为 那么唐老师在台上解答的 比较多是社会化行为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来解答了 第三个问题是网友美方 你说唐老师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如果占星是用出生年月日时间 那双胞胎呢 他们的命运岂不是一模一样吗 可是很多双胞胎个性完全不同 那当然 应该这么说 占星的权势是活的 占星是来服务我们人类 绝对不是说我们人类 要长得像占星一样 所以拿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命盘 然后就说他们的个性是一模一样 行为模式是一模一样 那你就错了 他们有很多同质性 可是因为人是活的 尤其是双胞胎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想要活出独一无二的自我 这对双胞胎来说是很大的困扰 所以非常多的双胞胎反而会走完全相反的路线 比如说哥哥把太阳活出来了 他的太阳是摩羯座 然后弟弟很可能就会觉得 我不想演摩羯座了 我想演月亮 然后他们的月亮是水瓶座 那么弟弟就会很像水瓶座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谓的双胞胎 他们都在演绎他们命盘中的行星 但是他们的重点不一样 而且你往东我就往西 所以为什么双胞胎个性格外不同 原因就在这里了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 Machiba 你说 啊 瘦身秘诀是吗 唐老师的瘦身秘诀 就是饿得要死 好吗 如果你有机会 旁边有一群恶魔党 把你关起来 把你家的粮食都丢掉 把你的钱都没收 睡在你家客厅 不让你去楼下买7-11 我想你跟我一样很快就会瘦了 当然了 我觉得瘦就是少吃多动 所有一切都不脱这个原则 所以如果你不能多动就少吃 你不能少吃就多动 那至于坊间的辅助产品 我会希望大家斟酌取用 但是不要一心一意的相信 因为只要是外来的都是添加物 都是有毒的 要小心 我们这个单元呢 叫唐力琪占星达克问 如果你有任何跟星座 或占星有关的问题 欢迎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挑选几个代表性的来回答 所以请留言吧